台中大都会歌剧院 市值近45亿元新建 将在明年底完工 地方立委不分蓝绿 都希望能交由中央管理 和台北两厅院 以及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 并列国家级表演艺术中心 不够传出文化部评估后 认为大都会歌剧院落成后 将连年亏损不愿接手 外界质疑 台中市府是不是没有能力管理营运 才退给中央 胡志强坚决否认 前地委卢秀一逝世15周年 家人选在他名诞这一天 为他举办追思会 除了卢秀一的家人 和卢秀一朋友私交的苏珍窗和邱毅人 也都亲自出席 到卢秀一目前献花 行政院主机处今天发布 4月失业率为4.07% 比上个月下降0.1个百分点 是2008年8月 金融海啸时期以来的最低 李安日前宣布 在经过长达4年 丑拍少年拍的奇幻漂流之后 需要多休息 因此退出拍摄 美国有限电视频道 FX的影集 暴君的计划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